要不要 你慢点 好 慢点 慢点 来 坐 妈 妈 儿子 你来了 妈 儿子 儿媳妇 这你们怎么有时间在我这儿啊 这冰冰的脚啊 不小心扭伤了 我这几天啊 公司要安排我出差 所以啊 我想把冰冰啊 放你这儿 让你照顾他几天 什么 冰冰的脚扭伤了 爱事不爱事呀 妈 不爱事 不爱事就行 你看看你 咋这么不小心呀 儿子 你就放心地出差吧 冰冰啊 有妈照顾呢 妈 那这几天就麻烦你了 冰冰 看你这话说的 你是我儿媳妇 又怀着我的大孙子 照顾你啊 是应该的 妈 你这么说啊 我就放心了 那我就让冰冰啊 住在你这儿 我公司才有事 我先走了 冰冰 你在妈这儿 不要着急 这我出差完回来 就过来接你 我知道了小姐 行 那没什么事 我走了 好好好 而且你让我来慢点 好 冰冰我走了 好 让我慢点 妈 我这儿走一路了 有点口渴 你能不能给我倒点水喝呀 呦 冰冰 这儿我儿子刚走 你就想使唤我呀 怎么 我还是保姆 让你互联坏去的 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是哪个意思呀 要小喝呀 自己倒去 妈 你看我 大着肚子 这我的腿 也扭上了 我怎么去倒呀 想让我让你倒呀 没没 我看看 你这个大活人 能不能渴死 我先出去 留点味 你自己在家 到这儿吧 妈 妈 别别 我给你洗了 妈 你看 我这儿怀着孕 我的脚也不方便 我怎么给你洗呀 你脚坏了 手都没喂 妈 这我大着肚子 我也堆不下去呀 你大着肚子堆不下 你不能坐在板子上洗吗 赶紧给我洗 我还急着穿呢 妈 不是我不给你洗 我真的是确实不方便 冰冰 你看看你 咋这么嚣情呀 我不管 等一会儿 我又出去玩 把衣服给我洗好了 你洗不好呀 我回来看 你瘦死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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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我饿了 你做饭了吗 坐了呀 坐了呀 错了呀 那你怎么没叫我呀 叫你 叫你 叫你干什么呀 我饿了 我自己做 我自己吃 跟你有什么关系 妈 这你吃饱了 这你吃饱了 我还饿着呢 我还没吃呢 你没吃 你自己有手 你不会坐呀 妈 我这不是不方便吗 就算我不吃 我这肚子里宝宝也要吃呀 宾宾 我没看出来呀 你这人家伙俩在那 威胁我呀 他们威胁我 威胁我 妈 你怎么打我呀 我打你怎么 这小鱼走的时候 不是让你好好照顾我的吗 宾宾 你住在我这 我端着你吃 端着你喝 怎么 你看说我没照顾你 宾宾 我看你是不是惨熟着 惨熟着 妈 对不起 我错了 别打我人行不行 知道错就行 以后呀 熊乖着 别指我 妈 我知道了 想让我住你 没人家没有 编冰 小剑 你回来了 是啊 哎编冰 这咱妈呢 咱妈呀 她出去玩去了 出去了 那行 不找她了 冰冰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这次呀 请了一个月的假 这个月啊 要好好照顾你 真的呀 小剑 这就太好了 当然是真的了 走 咱们现在回家 冰冰 你这是怎么了 啊 小剑 我胳膊 我胳膊不小心 碰我没上了 不碍事 冰冰 你说说你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这前几天啊 把脚拐了 这又碰到胳膊了 这你一个人啊 我实在是不放心 这还好啊 有咱妈照顾你 咱们走吧 行 咱们现在就走 走 来 等下 我接个电话 喂 王总 什么 让我现在回公司 啊 声音前 王总 我等一下 马上就过去 好好好 先挂了 王总 小剑 什么事啊 这王总 给我打电话说 让我赶紧回公司一趟 有急事 你这刚回来 又要走呀 冰冰 这我也没有办法呀 行吧 你别忘了 早点来接我 行 冰冰 这我忙完了 就回来接你 我先走了 好 您都算慢点 算你实际 没在我儿子面前呀 告我的状 妈 你放心 我不会说的 你呀 实际就行 去 给我做饭呀 我饿了 妈 这中午饭 才吃完 现在 才三点多 这做晚上的饭 也太早了吧 要 别定了 你长得了呀 我儿子一回来 你长美了 干不准美了 是不是 妈 我不敢 不敢 我看呀 我这两天又不收拾你 你平衡了 是不是 今天呀 我非要好好收拾收拾你 不行 让你不听话 让你叫我 不听话 叫谁 你还敢不敢 你还敢不敢 妈 我不敢了 求求你别打我了 还不敢呢 今天呀 我要好好收拾收拾你 让你叫我 让你不听话 这我手机呢 我这个脑子呀 手机怎么能忘带了 这能不能忘 这敢不敢 妈 妈 你干什么了 求冰冰 冰冰 你没事吧 儿子 你咋回来了 我咋回来了 我要是不回来 还看不到 你这样欺负冰冰的 妈 我把冰冰带过来 是让你照顾他的 不是让你打他的 儿子 自从你把他送过来 他就使唤我 把我当保护一样 我不敢 他就打我 我更想还手 你又回来了 妈 这我和冰冰 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比你更清楚 他根本就不会使唤人 更别说打人了 这 这什么债 这要不是冰冰拐到脚了 我要出差 他一定在家 我不放心 所以啊 他把他送到这里来 我把冰冰送到这里来 就是我做过 最错误的贼定 儿子 妈 你知道 冰冰为什么玩得走吗 小军 你别说了 冰冰 都到现在了 你来护着他干什么呀 妈 这冰冰啊 知道你爱吃梨 他大的肚子 一个人 走到十几里地 去梨园 给你摘梨 这回来的时候 不小心 上楼梯 吻到脚了 他呀 一句话都没有说 还让我 把梨给你送过来 什么 你变成这样 都是为了妈 冰冰 都是妈不好 妈不应该打你 行了妈 你现在说什么呀 都管了 从今以后啊 我们跟你 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这大孙子啊 也不用你看 你自己一个人啊 在老家在这儿吧 冰冰 咱们走 哎 儿子 儿子 哎 儿子 儿子 都是我孤狗 我欠不该 万不该 不该动手打冰冰 他该管认我的大孙子呢 冰冰 我知道错了 儿子 你先原谅妈妈 儿子 儿子 感谢观看